长孙贤许是喝多了 对他这好言相劝并不理会 冷哼道 哼 二弟是无辜的 卢智是死有余辜 这能拿来相比吗 你是不是脑子又不清楚分不清好赖了 我 你们俩别整了行吗 已经够烦的了 高杨头疼的一手隔在两人当中 又一手指着那边正同平阳聊得开心的一遇 道 怎么一遇上这死丫头就搞得咱们闷闷不乐的 有吵架的功夫 想想怎么出气才是 灵姐 你可别乱来 她是同长公主一起来的 若是出了什么事 不是给长公主难堪吗 长孙贤不赞同道 那你说怎么办 本宫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有什么难办呢 她不让咱们好受 咱们也不让她好受便是了 长孙贤若有所思地看着长孙希 狗手示意她赴尔过来 细声细语了几句 就见长孙希面色微炯 道 这样不妥吧 爹 爹她还在呢 对于长孙希的担心 长孙贤却不以为然 又不是让你明说 你怕什么 还是说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啊 我 长孙希看了眼李泰的背影 美目中的坚定之色 傻时又充盈起来 她汗手道 我去便是 你们说什么呢 高阳不解地看着起身离席的长孙希 没什么 等一下你只管叫好 长孙贤盯着一个方向 面上露出鬼笑来 一月正在同平阳说话 若有所觉地转过头 正捕捉到了长孙贤 不曾收起的鬼笑 眼皮跳了下 余光中 一身烟红的长孙希 已经离席步入殿中 两边宾客声音间低 都被吸引了过来 长孙小姐 这是要行尸啊 还是赴词 席间有好事地扬声问道 长孙希道 见各位姓农 这便吟上一手 若有不妥之处 还望勿怪 好 本就是角色家人 说起话来 又温温诺诺地悦耳动听 就是不复诗 站在那里说几句话 也叫人一饱眼福耳福了 这还没做呢 便有人连连叫起好来 也是宾客们几杯黄汤下肚 放在一开始平阳来时 是突然不敢这么放肆的 一欲坐正了身子 看着十几步外的鸟挪身姿 视线在他胸前诱人的弧度上一停 暗暗扎舌 这长孙希可比她还要小上两三个月 发育好的 快赶上成年女子了 反观自己 若不是周夫人看管的眼里 指不定是要变成地里的野葱一根植了 你不是准备了好东西让人送来吗 平阳兴趣缺缺地扫了一眼 还在那里酝酿的长孙希 问一遇到 您若不说 真差点忘了 一遇这便同一旁侍候的工人 低语几句 这工人便听话地 绕到李太身边 去当了传话筒 李太听了传话 扭头越过平阳 看了眼一遇的侧脸 从袖子里摸出了一块玉牌 工人两手捧过 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而后顺着垫边 一溜烟跑了出去 后他一直注意着 他们动静的杜楚客 眉头紧皱了一下 再说那边长孙希 低头想了一会儿 众人却不觉得怠慢 一些人巴不得他多在那里站会儿 好能清清楚楚地多看几眼 有了 长孙希朝前走了一小步 抬起头 默默看了一眼李太 便又移开目光 琴手微锤 红唇开合 一字一句 语调畅然 金兽陈紫烟 玉阶寒霜片 尊前亦归期 思之最难眠 金尊香炉里 沉淀着紫色的香料燃尽 玉石台阶上的冰凉 凝成银霜 端着酒尊的女子 总也忍不住 一想那人什么时候回来 哪怕想起她 就是醉了酒 也难以入眠 一时间 众人眼前就像是出现了这般画面 不知是因着匪测的诗词 还是因着站在那里 便惹人怜惜的美人 有些吃了 只恨不得自己是那诗中女子 耻目等待的人 那会容她半点神伤 长孙熙吟霸 美目在一人身上停留了片刻 接着便转身去留下墨宝 在一片赞叹声中 鸟鸟停停地走回主宴席 碰到了平阳面前 好 平阳一眼掠过纸张 便递还给了过去 两手揣进袖里 漫不经心地侧头 看了眼正同房桥 窃窃窃低语的长孙吴迹 眉毛抖了抖 多谢长公主赞赏 长孙熙先是瞄了 面色如常的一欲一眼 而后亲自捧着字画 又侧移了两步 讲师呈在了李太面前 娇言上挂着欲说还修的忧缘和羞涩 懦懦地道 四哥 你归京是喜事 希儿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这首归妻送于你 挑衅 一欲平放在膝头的两手 缓缓交握在一起 冷眼看着来自长孙熙的挑衅 别人不明就里 他却清楚 当着他这皇上亲旨的未婚妃子的面 就敢这般明目张胆地沾染他的未婚夫 是全然没将他放在眼里 那诗里的女子就是长孙熙 那诗里女子思念的也不能眠的男子 不是李太还能是谁啊 一股屈辱之感陡然升起 一欲侧过头 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头戴紫纱扑的俊美男人 只等看他作何反应 聚 面对美人相赠 无端拒绝 难免遭人诟病 收 那便是皆大欢喜了 只要他能忍 李太面对捧到眼前的莫宝 察觉到一旁过于强烈的视线 扭过头 对上那双 亮得快要窜起火苗来的精亮双眸 心情没来由地变好 唇角轻动 差点就溢不住勾了起来 可清闭色的眼底 终是泄露了一丝愉悦的笑意 他伸手抽出长孙夕手中的纸张 不仅不慢地开口道 是此本王偏好节奏明快一些的 不过你这首丝漆 倒是适合一人 说着便略微厚仰了身子 伸长了手 将那薄薄的一张纸 地网临桌 闭眸青闪 旁若无人地对着一遇到 本王说得可对 一遇眨眨眼睛 方才的阴郁一扫而空 忍住不让笑容扩大 探身越过平阳 接过了他递来的纸张 一遇不发地放在岸上 在众人的注视下 从座位起身 右手轻拂过裙摆的褶皱 也不去看掌孙兮此时面色如何 同平阳低说了一声 便绕过了九岸 在离席七八部处 于众宾客面前站定 掌孙小姐这首《思七》做得好 这《思人的诗》今晚怕是当数这一首了 可今夜这般良辰美景 若只有诗 没有词 只觉是件汉事 我便付词一首 当作助兴吧 众人眼中 就见这拼亭佳人 巧笑倩兮 软玉食指交叠付钱 不及掌孙兮地让人一看再看 可却自有一番无人能及的韵味 让人越看越移不开目光 它声音并不清亮 可略沙哑的音调 却一扬顿挫地让人喜欢 又是做得丝吗 平阳在一语话音落下后 醋眉问道 这腻味的调点 它实在是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还是丝 不过是有不同之处 一语瞟了眼李泰 若有所指地笑道 我这首明快些 哦 那快迎来听听 平阳端起酒杯 只等看他银一首明快地出来 是 一语点头 侧目望向远方 静谧美丽地取江夜景 扬声道 左溪流 金溪流 流经取水 绕玉沟 朝目不还休 尚却银罢 他回过头来 目光同不远处端坐的李泰处上 深深地投在那片青壁之中 轻快地语调 一变为柔韧 吃宁谋 盼宁谋 谋身急许 一擎头 是将军心扣 是将军心扣 这是分别一年之后 他的决心 他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他不曾后悔 最后一句落下 偌大的露天殿内 愣是静悄悄了一会儿 不说长孙贤高扬他们的面色如何 不说仍旧干站在原地的长孙锡 心情如何 率先拍案叫好的 当时平阳无疑 哈哈哈哈 好一个世将军心扣 玉儿 你这词 着实是叫本宫 畅怀了一番 可惜 这不是本宫的地盘 回头再赏你吧 李泰端着九尊 留意着一彩的双眼 擒着那家人的身姿 一口引进 不觉竟是有些醉了 多谢长公主 玉儿可是记下了 不会忘了向您讨赏的 一欲一礼 又宠平阳调皮的眨眨左眼 就在殿上议论四起 浅着细品的时候 他几步移到摆了文房四宝的长桌前 接过工人递来的毛笔 拿在手中轻摇着 宁眸中一下忧伤一下黯然 迟迟不肯动笔 引来四周侧目 这是发什么呆呢 说出来让大家伙都听听 平阳心情好 身姿向后已在工人垫得柔软的靠背上 问道 玉儿是想起了以前的事 觉得造化弄人罢了 一欲环顾了一圈 死终陌生的宾客 缓缓道 这方林院 我三年前便来过一次 那时也是一场宴会 我家刚从鼠中签的关内 出来闸道 没曾想有幸同兄长 一同到这皇家的园子来 我还记得 那晚这露天殿布置得漂亮极了 到处都垂着轻飘飘的红辽纱 摆着拳头大的夜明珠照明 一欲回忆着那场宴会的细节 这场中脸色最难看的 除了听见他隐约提到了卢志的长孙贤 便非高杨莫属了 要知道 那场宴会可不是什么美妙的回忆 可其他的宾客都津津有味地听着他讲 当时众人玩的斗签 有人抽到弹琴 有人抽到为那琴声作画 而我就抽到了为那画提诗 他说到这里 在场已有个别的人 记起了三年前 办在方林院的那场宴会 更是记起了那叫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斗签 弹琴 作画 提诗 等等 感念 而今一晃 三年过去 物是人非 还是这露天殿上 还是要因诗赋词 一欲压下心中真正的感慨 摇头笑了笑 娇媚之中 带些愁味 望了一眼李太低头轻声道 今夜却无人画一幅春江花月夜 与我提上了 听这话 接到他那惹人脸的眼神 李太当即 眯了略微狭长的眼睛 明知他是故意说这话来听 却还是忍不住 感到不快 你这孩子 为这点小事闷闷不乐的 平阳抬手 指点了左右宴席 笑道 这里坐着的都是能书圣画的 本宫指个与你画一幅便是了 见如此财思敏捷的家人 神情暗暗 厂上又并非都是新剧长孙家的宾客 多的是不怕死的 早有人蠢蠢欲动 听得平阳一声明显袒护的话落 以示有几道声音从各方传来 卢小姐 这话赵某做的 林某做的 段某也做的 接连几声之后 店内却突然没了声音 只因主宴席上一道玄清色的人影 长身而起 离席之后 剑步朝着那直笔青瑶的家人走去 斜靠的平阳挑眉笑了笑 侧头第三次瞟了眼仍旧在和林桌低语的长孙无忌 目光一向依旧垂首而立的长孙心 有些无奈 她这个相处不多的四直是最招惹女子 然能让她看在眼里的 只是娇颜角色柔情似水 远远不更 至于能够让她放在心上的 若没有那释将军心扣的胆量和气魄 怕只是痴念了 想到这里 她不由何声道 长孙家的丫头 别站着了 回坐上去吧 是 长孙夕轻轻应了一声 垂着头回到座位 刚一坐下便被长孙贤拉住低语 可她一字都没有听到耳中 只是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店中站在一起的两人 哪怕这一幕刺眼无比 一遇见李太走近 眼中一闪而过狡黠之色 为难道 殿下 您亲自作画 未免有些折煞小女了 李太淡淡地瞥了一眼 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她 伸手去拿她捏在掌心的毛笔 借着动作捏了一下她柔软的小手 抽出笔来 面无表情地指了下长桌另一头 道 去站那里 哦 一遇因她在众人眼皮子底下的小动作微微泛红 但还是乖乖地去对面站好 以免爱着她画画 见她抬手示意她站远些 后退了几步 听她一声可以了 便见她提袖湛墨 祸水调色 准备妥当后便提笔作画 因她时而抬头的方向 一遇方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她竟是在画它 看着远处一粒一画的两人 主燕席上高志贤微微摇头 轻一叹 将酒杯置于岸上 同座的杜楚克听她叹息 问 高大人 这是为哪般而叹呢 高志贤见她询问之色谨慎 犹豫后 语调复杂道 可疾 此女这般 心思是不小 心计也不小 可叫未来 魏王妃如何自处啊 当众一语 誓将军心扣 如此胆大 有不同寻常之言 往后必会传开 但说到底 却不是个将居侧妃之位的女子 适当讲的 于情于礼 待魏王日后有了嫡妃 都是一件难堪之事 杜楚克也看一眼殿中的李太和遗欲 脸色微沉 半赏后方道 就是心思再多 有些东西也是触不着 摸不着的 文言 高志贤闭了嘴 再没有多说 两人并未眼生 就近一桌的长孙无忌和房桥听到 相视一言 一个若无其事 一个暗暗皱眉 再说一语 站在临近二十四街的玉石板上 在被画的同时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提笔作画的李太 一年不见 而今才有机会 当时会禁不住多看几眼 只觉得人还是那个人 却有些不同之处 歹须细变 渐渐地就这么看着他 平静的五官 在这满是宾客的宴会上 早有些暗纳不住的心 竟出奇地感到了宁静 被他这般仔仔细细地盯着 李太早有所觉 形化时无有分神 随着时间悄然而逝 等最后几笔落下 才抬头仔细地看了他一眼 只是一眼 便将他今夜的模样 记在了脑海中 可是好了 嗯 一欲走过去 绕过长桌 在他身边立定 还未低头看画 先因他身上熟悉的淡淡熏香之气 走了一下神 肩膀相擦 又忍不住想要去牵住他手的冲动 只是刚冒出这个念头来 他的几根手指就被包袱 温热有力的大掌收紧 握着他略冰凉的小手 隐腻在宽大的袖口处 拇指一下一下 把玩他圆润的指尖 脚外人无从亏的 如何 李太面色如常地询问道 请教续